邱杜妹在日前正式宣布离婚消息 为三年婚姻划下据点 27日她则出西湘水代言活动 也是她在离婚后首度亮相 一本名李明山付出 而且第一场代言费就将近千万 可说是相当惊人 而对于外界传言 两人离婚是因为她爸爸 她也在活动上澄清 一到婚姻会失败一定有她的原因 而不是受谁影响 不过被问到日前被踢出 一起经营的直播粉丝团 她也谈言心里很受伤 但也不想质疑对方 就希望平台名字给她 大家各自安好 就连打离婚官私食 一冒签也没有跟她拿 对于重新触发她也不担心 因为粉丝都知道她有新平台 她认为平台不是太大重点 只要用心经营就都可以 而她预计五月再度开始 直播叫慢 粉丝们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